ESG大步走 全民All-in系列报道 企业行不行 ESG浪潮来袭 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 拟于2026年开征碳税 例如高碳排的水泥液 输欧价格一顿约新台币3300元 因排放0.85公吨的二氧化碳 未来可能被课征约1700元碳税 空无力可图 根据经济部出估 将冲击台湾出口欧洲金额 约245亿 为协助企业减碳转型 政府陆续寄出各项政策工具 但国内企业却戏称 赚了钱的公司才有能力ESG 台湾企业该如何逆境求生 金融业能扮演关键角色吗 挺过去年百年大旱 今年一二月北台湾银语飞飞 写下70年来日照时数最少的记录 极端气候影响越来越明显 进入三月 久违的日头高挂天空 升高的气温让人有了初夏的错觉 来到新北市戏纸区的一处巷弄里 看似平凡的老旧公寓伶俐 但却聚集多家的中小企业 从食品工厂 茶行 到各式各样的制造业 其中一家铝门窗漆上英国绿的线材厂 展现出这位二代接班人的企图心 新城工业总经理陈永锐说 以前这就是这种铝门窗嘛 然后传统嘛 那去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要来做永续经营 要环保 所以也就选一个英国绿 当做一个底色 来当做说我对永续经营这一块的 一个心理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 我们真的要做什么 所以走进去之后 可以上去 机房那边就可以看到 绿色环保相关的 让我们的头领也知道 确实新城市要来走这一块 让他们也知道这些事情来认同 将塑胶力加温至200度高温 透过机器的旋转 移压射出重型 三十多年老四号的线材厂 从手机充电线 电脑线材到工业用设备 车用电子 医疗设备线材 都有客制化制作 客户群以欧美客户居多 二代接班人陈永锐 带着六年资讯业经验 回归家族企业力推数位化 2014年透过不动产加上新创贷款 成立了科技公司服务家族企业 并打造工业4.0制造平台 利用人工智慧物联网技术将流程自动化 且以此为基础设下2030年要达到碳中和的目标 现材制造并不是欧盟2026年 开征碳边境税的一线冲击产业 也没有被国际品牌要求例行减碳 为什么要这么重视碳中和呢 陈永锐表示 以他的评估 最快三年内 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减碳压力 若能先做 就有机会掌握壮大版图的契机 他说 可能我们是算尾端的 被要求的尾端 所以还没要求到我们 可是各个政府说 2030年或2035年 就不能卖内燃机啊什么的啊 供应业底下 一定会被要求到 那你做给我东西 你用了多少碳 会要说我做了一台电动车出来 本来是为了要碳中和 结果我的供应商里面都用了一大堆碳 他就白搭了嘛 其实我有在想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主轴就是提早布局 我一直往电动车这个领域去攻打 看准全球减碳大趋势 二代接班人陈永锐 在规划企业减碳路径时 和其他老板一样 急着想要赶紧做碳盘查 但是导入ISO相关的温室气体 碳足机等盘查标准 对中小企业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经由台湾数位企业总会 林碳大学专业导师的辅导 他开始修正减碳路径 将碳盘查挪至第二步 先从能耗管理着手 CP值会更高 陈永锐说 比如说你能耗控管 不是说只有知道盘点 现况之后 你要做持续改善 那持续改善的时候 你就会对你的碳的部分 或者自己这边就有所改善了 那你这个持续改善之后 省下钱因为却签过新设备 再来就是说 你像在打入ISO14064 14064要花钱的 你就可以把这钱拿来用到这边 那这是正向的循环 这样的顺序才是正确 凭借着过去打下的数位化基础 投入30多万元 短短两个多月 新城便已经掌握 大部分产线的能耗情况 并着手调整 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例如将传统的T5灯管 太换为省电的LED 还有天天操作的塑胶射出机台 也绑上隔热布维持高温 节省需要反复加热的电力 现在他们也思考 如何将废弃塑料回收再利用 而这些精进措施 都还没有精准算出 能减少多少的碳排量 不过 新城今年已预计将投资上百万元 要陆续导入进阶的ISO14064温室气体盘查 ISO14067碳足机盘查等标准 让整间公司的碳足机无所断行 相较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 新城的碳中和之路起步得比别人早 企业内部及员工也多力挺新一代转型 但接下来后面还有更大的门槛要跨过 因为在完成企业自身碳盘查之后 下一步要追踪碳足机 也就是追溯上游合作厂商的碳排放 这些从副植被时代就合作至今的供应商 愿不愿意点头一起转型 仍是未知数 陈永瑞说 供应商他们就会觉得 都骗人的啦 以前就没怎么办 认为这个跟他们没关系 那像这种就比较难去推啦 但我要做碳足机的时候 可能有些就要好好跟他谈一谈 说当然因为我的客人还没要求我 我虽然先要求 如果真的他还是没有不改善 或是不想要配合 那我们得要再找新的供应商 我很愿意帮他 那是看他愿不愿意开放新雄 那我们帮忙 更让二代接班人烦恼的是 未来要购买土地 新建绿色厂房 做绿色投资时 需要庞大的资金奥元 他也担忧银行的放款意愿 陈永瑞说 我想要的是自己卖土地建厂房 那这次我就可以规划在 比如说屋顶 然后上了太阳灯板 绿色建筑物 也许也不是有碳这个问题啦 环保啊 任何水啦 或者说浙区附近啦 那这样势必要有一些资金的 一定要有资金啦 因为绝对不是我们自己 可以有办法再继续投入的 我们一向都没有贷款 所以我说啊 这样我们信用很差 那他们二三十年就习惯啊 新城就保守 正值国内能源转型关键时刻 蔡总统也已承诺 2050年台湾净零碳盘目标 政府寄出各项政策工具 鼓励企业减碳 落实ESG 在金融端 金管会的绿色金融方案 从1.0版本 鼓励金融机构对绿能产业投融资 以过渡到2.0版本 也就是要引导金融机构 支援绿色及永续发展产业 另一个促使金融业支援绿色 推动产业迈向永续发展的驱动力 是因为这些金融业本身也要减排 但最大的碳排来源 通常不是自己 根据玉山银行2019年的初步估算 银行放款给某企业的金额 如果占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10% 那么这家企业客户的碳排量 将有十分之一要算在银行头上 在玉山银行估算出来的 95万公顿排碳量当中 来自银行的直接排放量不到1万顿 还有约2万公顿是来自用电延伸的排放量 两者相加起来 占总排碳量的比重极低 也就是说 金融业在企业金融端最大的减排挑战 就是来自客户的间接碳排 逼得金融业不得不出手 玉山银行董事长黄南周说 另外92万公顿是谁的 就是因为我们借款借出去的 所以那个才是大宗 而且我们才查了23%的借款而已 因为很多中小借借款 那也搞不清楚他排了多少碳 所以也算不出来 但是只要是上市公司都有编ES去报告书 都知道嘛 你就可以算啊 投资你也可以算啊 所以我们大概只盘查了三成左右的投资 放款 我们就得到了接近100万吨的碳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迈向金融碳排 你一定要帮助顾客啊 你如果不帮助顾客 你自己一定做不到 在内外部的减碳压力 政策驱动下 许多金融业在弃金端纷纷有了动作 在放款方面 根据金管会截至2021年10月底的统计 已有11家本国银行 签署赤道原则 也就是自愿的 不对社会及环境 由不良影响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还有银行已经宣布 不再承接燃煤电厂的专案融资 换句话说 对环境不友善的企业 未来在金融圈恐成边缘人 新展银行台湾企业及机构负责人 近永续委员会主席罗伦有说 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比较高耗能 或者是一些对环境表不友善的 我们现在已经不开始跟这种公司往来了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日落条款 就是客户如果是他的煤矿发电超过一个比例 那我们可能在2029不跟他往来了 那这就是有一个日落条款 所以这些对环境表不友善的公司 那事实上将来在金融业的支持上 会越来越降低 除了减少或直接终止 与对环境社会不友善企业的融资来往外 金融业也推出奖励性质的融资 透过责任受信 企业客户在环境社会方面表现得越好 银行就会逐步给予较低利率的优惠 来鼓励企业迈向ESG 就银行角度而言 随着未来相关规范只会变得更严格 而不会松绑来看 注重ESG的顾客 违约风险一定也会比较低 根据金管会统计 截至2021年12月底 本国银行对绿能科技产业放款愈合 达到1兆3817亿元 较2020年同期大增1960亿 以国银玉山银行来说 2021年也乘坐了49件ESG相关贷款 借款金额高达新台币381亿 至于外商新展银行 则早在2019年 与友达光店签署三年期 新台币20亿的永续指数连结贷款 以每年定期评估的方式 省市企业在道琼世界 永续发展指数的永续绩效 像是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 社会影响等面向是否达标 只要有达标 银行就会调降贷款利率 以此鼓励 成为台湾首例 且后续还与89家企业 乘坐此类贷款 总金额约450亿 绿色金融在台湾推展的脚步 已经远超乎新展预期 新展银行台湾企业 及机构负责人 继永续委员会主席 罗伦友说 可以讲就是说 我们在绿色金融跟判款 整个集团 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兆台币 2018年开始到2024年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兆台币 我们做到六七千亿了 整个集团其实做得超过原额的预期 我们台湾已经做到 450再加上我们刚还没讲的 就是离岸风电 太阳能发电 大型太阳能发电站 这些加起来我们大概有200多亿 加起来大概700亿左右 因为我们整个集团 比重大概是5-6% 业务有在上面 那但是我们的在永续方面 相关的这些贷款 金融服务 大概已经达到超过10%了 至于有中小企业忧心 未来做绿色投资的资金需求 有银行分析 中小企业过去 主要与社区型金融机构 互动比较多 不过站在负责任的 银行业务角度而言 只要客户有转型的需要 一定是给予鼓励支持 随着绿色金融需求越来越庞大 银行放款进度不断超前 还发展出具特色的绿金服务及商品 像是发行绿债 甚至还有银行推出绿色存款 像是汇丰 新展等银行都已在乘坐 而这些存款资金将是银行 在乘坐绿色贷款 永续连接贷款的资金来源 如此一来 企业认同绿色里面进行存款 银行端将这些资金 用来乘坐绿色贷款 形成正向循环的绿色金融价值链 同时也提供企业另一条 促进社会永续发展的路径 绿色金融在台湾风生水起 各项需求服务产品应运而生 甚至可形成良性循环 目前实物金融面上 受到国际间的碳边境管制 碳税冲击的第一线厂商 还有因国际品牌客户要求 而有减碳转型急迫性的 台厂供应链 在申请相关绿色金融贷款 做制成改善投资 绿色投资时 银行端多半可以立即辨别 这些企业客户 是否真心为ESG 卖向绿色与否 但银行端也有忧心 未来下一阶段 恐出现不肖企业 游走在灰色地带的 朴绿行为 新展银行台湾企业 及机构负责人 继永续委员会主席 卢伦有说 可能越往后走 会越遇到一些 比较需要判断 但还没发生 因为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探权的要求 这些东西 其实都也是还要几年 所以这个阶段 会开始发生的 其实都会是一个 比较明确的 一些产业的一些转换 或者转型 但是以后 当探权变成一个 真的开始implementing 那现在开始 这种灰色地带的东西 可能会变多了 但这个阶段 我觉得还都属于 对银行的 我们看别的 会胜房不肖企业 借机嫖率 增加受性风险 各家银行 多绷紧神经 在放费申请洽谈的阶段 就尝试与企业客户议和 促进客户转型 减碳 若是企业客户 尤其像是中小企业 遇到缺乏相关的减碳 ESG之事 银行端也都愿意 予以协助 玉山银行董事长 黄南舟说 那的确 如果是对一般的 上市比较大型的公司 我们在投资的评估里面 会把它的ESG的作为 当作是一个重要的评估点 但其实我们每年 也都会用记信的方式 对这些玉山长期 投资的股票的持有 或是我们或有债券 或是跟玉山受信往来 非常多的这些顾客 我们每年也都会用 写信的方式 直接来表达玉山 对这些事情的关心 针对企业进行ESG过程中 恐产生的票率行为 长期研究经济社会学 环境社会学 与全球暖化政策的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刘仲恩强调 企业大多会对外宣称 自己努力做的环保 及减碳成绩 就像许多企业 每年撰写的ESG永续报告书 内容不太可能去揭露 自身是否违反环境法规 是否遭到相关财罚等 因此事实如何 投资人消费者 甚至银行恐怕难以易亏全貌 也就是说 这些报告是有可能 沦为银恶扬善的作文比赛 目前国内外都面临相同的难题 就是该如何定义票率 且这也得要考量 各产业特性的差异 像是制造业的排碳量 多半比服务业多 学者认为 如果能够完整揭露相关资讯 像是排碳量 是否违反环境相关法规 以及违规后是否做出改善等 供各界检视 并经过验证 就能让票率的情况大幅降低 刘仲恩说 有资讯透明之后 就可以做一些排行榜 仪表板 台湾今年简单成绩怎么样 每年去公布这样的资讯的时候 大家会认真去看待 不少方面其实都有揭露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蛮缺乏一些 整合的资讯的平台 那这个可能是政府做的 或者是NGO也可以进来 那我觉得就需要一个 统整的有关这种 近零转型的资讯公开 那要去谈说 到底哪一个公司 它是不是票率 然后这个到底 是不是做的是不是真的 比较容易越辨识 为接轨国际 避免企业票率 金管会最新公布的上市贵公司 永续发展路径图 就依照资本额规模大小 分三阶段规范揭露碳盘查资料 第一阶段是2023年起 资本额100亿元以上的上市贵公司 还有钢铁水泥业要开始盘查 并于2024年在年报上 揭露母公司碳盘查结果 第二阶段则是资本额 50亿到100亿元的上市贵公司 在2025年起做盘查 第三阶段是资本额50亿以下的 上市贵公司 从2026年开始盘查 金管会并设下全体上市贵公司 需在2029年完成探盘查 以及查证的目标 此外 金管会预告 今年会强化公开发行公司 年报揭露ESG相关资讯 包括在公开资讯观测站 新增企业ESG资讯揭露专区 增订ESG资讯揭露指引 来引导企业揭露对环境及社会重要的资讯 且是更量化更具体的内容 像是温室气体排放量 用水量等 与此同时 金管会还将CSR报告书 更名为永续报告书 来接轨国际 并增纳化学工业及金融保险业的报告书 应取得第三方验证 明定应取得的验证内容 全球ESG浪潮下 台湾企业正尝试透过转型升级 加速减排 而金融业因为投融资 承受庞大的财务碳排 也努力借由责任受信 协助客户达成减碳目标 面对可能有不肖企业表率暗度陈仓 后续也有赖政府提出更严谨的规范 让相关资讯能够更公开透明 另一方面 国内信用卡流通量高达5000多万张 然而刷卡消费衍生的间接碳排 尚无法全面估算 ESG在台湾要大步走 金融业除了要做企业的后盾 给予资金的奥元 是否还能引领消费者 加入这场全球的零碳赛局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